这是我们云端物联网模拟作品 我们将系统及软体安装于树莓派上 使其作为云端物联网平台 此区块有我们的感测模组 及控制电路 订阅的模组 观感设备 我们将说明一般的使用者感测模组 是如何透过MQTT协议传输讯息 首先使用者的感测模组 将感测到的讯息回传至8266 8266把讯息处理后 透过网际网络 将讯息以MQTT协议发布 此时平台订阅到其所发布之讯息后 透过内部事先所撰写的程式 令平台发布所接收到的讯息 用户透过与伺服器连线 并订阅所要的标题 即可取得资料 这边有手机连上网络 并显示出订阅的讯息 接下来我们用笔电连上伺服器 并订阅感测的温度 从讯息得知目前已经透过伺服器 接收资料 这边有显示每次传输讯息所使用的流量 由此可见 透过MQTT协议传输的方式 非常节省流量 此为MQTT协议之优点之一 这边是网页的部分 一样可以透过网页来显示 我们示范透过网页控制模组所连接之电灯 手机的部分我们有做一颗按钮 点选之后电灯即开启 我再按一次 它即关闭 而电脑的部分 也是一样 可以透过按钮的控制 控制电灯的开与关 刚刚的控制过程中 我们的手机 以及电脑 作为发布者 它将控制的讯息发布出去 由我们的伺服器订阅 并再发布出去 8266订阅到伺服器所发布的讯息后 控制我们的模组 使其控制我们的灯开启 以及关闭 右上方这边是我们有一个模组 它是用来订阅我们 有一个环境的细旋浮为例的 感测装置所传送的值 8266订阅到讯息之后 经过处理 将讯息转至LCD显示 这边有我们的观感模组 它一样将取得的值 回传至8266 8266将其发布 伺服器订阅后 将其发布出去 手机以及电脑网页的呈现 如果我们改变它的亮度 它可以做即时的呈现 电脑也是一样 以上为我们的作品 请不吝点赞 订阅一下 按赞 订阅一下 ! 感谢观看